所以不是吃他肉 是吃自己肉 这个道理总要搞清楚 那么吃三斤肉 那是不得已 那是什么人 那是出家人 佛陀在世是托伯 托伯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 这就是三斤肉 人家吃饭的时候 他就自己的菜饭 不是一点给你 你不能要求他 每天煮蔬菜给你吃 所以佛总是要求的时候 不见啥 不听到啥的声音 不是为我啥 这就是三斤肉 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说 这道理 因果都要懂得 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有些同学发心 想到在你门下皈依 以后啊 每年就定期到这个道场来送金念佛 不知道是否能如愿 这是不是能如愿 是机遇 那我们这个道场的时候 是同修们到这来参加 共修都欢迎 从来没有拒绝 只要你方便 那么香港的道场 跟大陆不一样 这个地方不是寺庙 是一个商业大楼 所以还要 这个这个 受他们的管理 这个里面不能住人 所以有念佛堂 念佛时间 有限定 晚上一定的时间都要离开 不像大陆是寺院的 你一天24小时 可以不间断 所以真正念佛的 无论在哪个道场都可以 自己家里面方便的话也行 下面 这有关道场念佛堂的提问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说 专注听念佛机播出的佛号 自己一句一句听得很清楚 心里不起其他的念头 但并没有念出声 这样一心听佛号 算不算是自己在念佛 如果一心听佛号就是念佛 那么念佛堂里的人 有没有必要 总跟着念佛机大声一起念 念佛的方式很多 你喜欢哪一种就学哪一种 这是 阿弥陀佛给我们开点 方便法门 只要你不执着 不要去分别就好 如果在念佛还起分别执着 你就错了 道场里的大型念佛堂 是否运输戒淫出击 而不是念佛求往生的地方 而真正念佛成就人往生的人 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念佛的人 这个认知 不知是否合适 因念佛堂 以念佛机播放佛号 长期以来一直是同一个戒律 没有什么急缓强弱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感到很累 很苦 念佛好几年的人 处疗念佛堂 就像解放一样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息 在这念佛堂 佛号声音太高了 噪音级别都在八十分贝以上 长期处于这种高噪音压迫之下 精神紧张 身心难得清静 黄中昌居士独自身心 一个属于自己念佛堂的空间 并且照自己身心节律去念佛 所以才能真正成就 这些都是念佛人自己去考虑 自己去选择 念佛堂很多 哪一个念佛堂是合于自己 你能够深患喜心 对你身心确实的亲近 那就是你自己相应的道场 如果不相应的道场 你就离开 过人根性不相同 过人缘分不相同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下一个问题 它是因道场的范围很广 分好几个念佛堂 好几处播放佛号和讲经 我们若想跟着外边的喇叭去念佛 同时又听到好几个佛号 跟另一个佛号念 其他的佛号身就得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干扰 请问这是不是道场注重 长期以来念佛功夫不得力主要原因之一 请如何才能改进 彻底解决道场这种造印杂印 干扰清净心的念佛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此地没有 我不知道你是讲的哪个道场 你要跟道场去商量 跟他们去研究 这是对的 我不知道哪个道场 我要不能干涉别人道场 所以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能够理解 下面说一个道场 有专门供养鬼神天津的处所 却没有专门让同学研经学教之处 在修行 修学方面 是把鬼神的修学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还是把道场出家中 这个四中修学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都不知道你是讲哪一家 这些呢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啊 实际状况的时候 你去调解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像这些问题最好 不要在这边问 因为耽误很多人的世界 再请你原谅 底下一个问题 天津有一位孙居士 二十多年来 一心发心 塑造佛像 依照佛社造像度量经典 要求认真塑造 无论生活再困难 有人高价收买 他也分文不取 得到寺院或社会人士的肯定和好评 请问 佛像是否能买卖 是否会被因果 哪一部经 经典 有关这一类的教导 佛像不叫买卖 叫钱 是用宫进行 所以我们叫钱 佛居店 那如果说是 这个买卖是被因果的话 那佛居店就不能开了 塑造佛像的语言就没有了 那么同样个道理 这佛像也不可以印 也不可以流通 这个样子 要帮助人种善根的机会 就没有了 你想想 对不对 那佛在经上 我们这是 这是现在华严经正讲的这一段 无论是言见佛像 而听佛身 一类言跟勇为道种 我们讲这个 天国跟独国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有机会能见到佛像 有机会能听到佛像 这个利益是没有办法说得出的 他这一生虽然不得利 二类也是有了种子 这一生虽然不得了